好這發生意外的地點呢 他樓下經營了越南小吃店 剛剛呢其實也有聽到鄰居講說 是聽到了一些吵雜聲 結果20分鐘之後發現現場發生了火警 好不過這一間越南小吃店呢 也被這個附近的鄰居說啊 這邊出入人口比較複雜 而且到了半夜常常吵吵鬧鬧 那知道說呢 三樓住了一對越南籍的夫妻 那還有一名呢 疑似才剛拿到台灣身份證的越南籍女子 可是其實鄰居是到這一次事情發生 才知道哇原來這邊還多住了一個人啊 而且呢其實在火警發生的當時呢 剛剛說了住在三樓有一對夫妻 他們跳樓逃生 可是呢這個南方居然是不顧自己的女伴 其實是他的太太受傷了 他自己就跑了 所以警方也不排除呢他是逃逸移工 因為根據瞭解呢 他其實是拿觀光簽證進到台灣來 但是後來呢是治台拘留 那麼另外呢 這倖存的受傷女移工到安的時候 他就說他聽到了同伴說起火了 所以呢他們才會跳樓逃生 可是呢他口中說 發現起火的這個同伴呢 怎麼會跟屋主一家一起葬身火箍呢 等於說整起意外是疑點醜醜 原來他丈夫七月初持觀光簽來臺 七月底就該回去 卻預期未歸 跟太太還有另一名來自越南的女子 三人一起住在頭份這戶民宅的三樓 住在三樓的越南籍房客被發現時 身體已經燒成了焦黑 因此起火點初步研判 很有可能疑似就是在三樓 事發的透天錯 火勢已經撲滅 二三樓被燻的焦黑 外傳是住在三樓的越南籍女房客發現火警大喊 讓越南籍夫妻黨當機立斷跳樓逃過一劫 但第一時間發現火警的女子卻自己 沒來得及逃生命上火箍 他今年五十六歲已經涉及桃園 才剛拿到臺灣身份證沒多久 關鍵起火點是在三樓還是樓梯間 為什麼來不及逃生 警銷證 全力釐清 起火的透天錯是不幸罹難的許姓南屋主一年半遣才買下 跟越南籍太太在一樓開越南小吃店 兩個女兒才讀小一跟幼兒園 但三樓租給越南籍移工居住 出入複雜 是什麼原因造成火警發生漢事 家人無法接受 記者高於立 劉漢偉 廖建祥 SNG小組報導 天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